久如湘北旋宫的台湾兰花节 4月15号就要登场 主办单位正忙着准备布置会场 来自各地的特色兰花 周六将陆续进场 今年同样遵循网力 打造龟蛇将军守护展场 由于近期洋葱盛产严重滞销 久如无毒农业般 在玄天上帝指示下 利用洋葱做成龟和蛇相当细情 我们台湾兰花节 我们的熊帝宫 在两个礼拜以前 直到我们洋葱在恒春半岛盛产 这个很多很丰收 那特别托梦给我这个 无毒农业班 希望他打造洋葱的龟蛇 两大将军护法神 来这个蓝展天真一个光彩 也帮我们屏东的洋葱来做行销 要把洋葱变身成为龟将军和蛇将军 志工可是绞尽心力 造型徐徐如生非常逼真 不仅打造洋葱龟蛇亮点 就如读农业班学员配合兰花节 也将展出特色作物 呈现这一年来的努力成果 展览 种起来才有信心 那个兰花非常的漂亮会有很多人来 那我们老师知道我们的是无毒的 那刚好就可以搭配 因为现在石楼这一块很重要 我们都做无毒的 我们每一次都会这样子一起推广 一起联合展览 每年久如北玄宫兰花祖师爷生日前夕 平北社区大学久如读农业班 以及严谱读农业班学员们 都会各自准备农特产品来到庙前祝寿 成为最特殊的贺礼 而全国爱好兰花的民众 也相邀来参加兰花展 将自己最好的作品 献给北极玄天上帝作为生日礼物 喜爱兰花的民众也可以大开眼界 20周年有扩大邀请 北部的都也会来参与 我们想除了响尾蛇以外 我想今年也有很多奇特的兰花 像鲍文 台湾的一个恒春半岛所产的鲍文兰 或者是凤伟兰 这些兰花都是旺季等等的兰花都会展现 第二十届台湾兰花节 4月15号起至4月22号 在九如北玄宫登场 为期八天的活动 内容有兰花城郭镇 全国仙女兰巡回镇 无独农特产品镇 千姿百媚万子千红 争相敬艳 值得民众前来共享盛举 评论续问菜类华为德卫采访报导